这个民国的 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张爱玲 但是事实上呢 在这个我们的文学历史上 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 值得大写特写啊 那么这个名字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现在先给大家买一个关子啊 稍后呢我们的联系主席何永博士 将给大家详细介绍 那么在我们的活动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按照惯例来给大家 这个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的一些规则 首先呢 在您进来的时候 您的声音还有视频都是默认关闭的 那如果您的这个声音和视频不小心开启 请您自行关闭 那我们还是希望呢 我们的这个讲座嘉宾可以在一个比较 不受打扰的环境当中来进行今天的讲座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有什么样想互动的一些这个话题 或者说想提问的问题呢 您可以把您的这个话题还有问题 打在我们右下方的对话框 那么在我们讲座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留给今天的观众朋友 这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么我会代表我这个观众朋友们 来向今天的这个讲座嘉宾来进行提问 好了 那么这个我们下面呢 就请出我们这个 这个华美人文学会的联系主席 何勇博士 来为我们介绍今天的嘉宾 刘老师 好的 好 那再次欢迎大家参加 今天那个华美人文学会 举办的专题讲座 刚刚那个刘畅已经介绍了 我们今天的那个话题呢 是林书华 那么大家呢 如果在网上面啊 搜这个林书华 往往呢 就会在他的名字前面啊 看到这个民国才女 这样一个称号 是吧 人们呢 常常把他和他同时代的 那个也是他的朋友啊 就是林慧英 陆小曼 还有冰心啊 等等 相提并论 那么印度诗人啊 泰格尔 他认为呢 就是林书华的才华 在林慧英之上 那么徐志摩呢 称这个 称他为中国的这个Mansfield 就是曼苏菲尔 逐渐其这个才华过人 那么林书华呢 不仅是作家 在书画方面啊 也造译这个破身 相比较其他几位啊 他的这个文学名声啊 远洋海外 这是因为呢 他有相当的作品啊 最先都是在欧洲发表的 那么由于他和这个著名的英国作家 就是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友情呢 那么他就进入了这个 设在这个伦敦的这个文学团体 叫这个Bloomsbury Group 那么成为这个精英 就是文学精英团队里面的一个中国成员 那么此外呢 他还和这个徐志摩的这个亲历友情 和这个沃尔夫这个外甥啊 叫Julian Bell 中文叫Julian Bell 他的之前的恋情啊 也是这个民间 这个津津乐道的 所以为了这个了解 林书华的生平啊 和他在世界文学里面的地位 所以我们今天呢 特请这个林书华研究的专家 林小霞教授啊 给我们做这个深度的解读 那么林小霞博士啊 是这个福建这个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的副教授 那么2014年呢 于北京语言大学 就获得这个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那么2012到2013年啊 他是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和哈佛大学 联合培养的这个再读博士研究生 那么在美国哈佛大学 这个比较文学系啊 访问了一年 在访问期间啊 林老师呢 也做了关于这个林书华的 这个专题讲座 这么林老师的这个主要研究呢 他是这个方向啊 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那么翻译与西方文论 他著有这个林书华 与世界文学的专注 现在在这个亚马逊上面 就是美国的亚马逊上面 也能买到 他写了40余篇这个论文 那么在这个林老师 进行今天的讲座之前啊 我想跟大家再说一下 就是因为林老师的研究呢 还在进行 他这个里面 就研究中间呢 牵涉到一些照片啊 都有一些版权问题 所以今天林老师 那个PPT里面啊 就不用这个林书华的照片了 就林书华的照片 其实很多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在这个网上面 就是自己查看 好吧 好 下面就让我们隆重请出 这个林小霞教授 欢迎 非常非常感谢 就是何远老师 对我的介绍 还有邀请 我为我今天 就是说 为那个 那个 纽约华美人文学 学会 做这个讲座 也非常高兴 能在这里和同学 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林书华 然后在讲的前面 其实那个 何老师 就是讲的非常详尽了 就是我之前 就是 12年到13年 是那个 就是北京语言大学 和哈佛大学 做那个 联合培养的 博士研究生 然后 那时候就 做了 那个林书华 那林书华 他有一个比较 我稍微好 做一下 开场白 就说林书华 他这个人 他比较特殊 在国内 其实 我在这里 讲一下 我的硕士论文 之前是在 福建师范大学 就是 文学院的时候 是也是跟 那个 就是 姚春树教授 他那时候 做 那个 我那时候 在福建师大 做林书华的时候 他就比较 质疑 为什么呢 我在硕士论文 的答辩上 就是因为 他和 弗吉尼亚 文乎的外甥 朱利安贝尔 他有个 这种 那个风外情 然后作为 土生土长 又不是非常 懂得这个英文 也没有留学经历的 这种 这一波学者 认为 他说 你为什么要做 这样的人 他说 他是一个 大家闺秀 然后呢 在那个 非常传统的 这个大家族里面 也说你跟一个外国人 跟一个英国人 发生了风外情 这是他们不能 呃 接受的地方 就一直在 亏选我 然后我就 伴随着这个 亏选 后来我就很生气 也不在福建师大 读博了 就后来去了 北京大 语言大学 跟着那个 王尼教授 他是比较 西化的一个人 就是说 又是全部都是 呃 喜欢好 就跟老外交流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的博士论文 是写这个 美国的一个 呃 就是理论家 叫做阿里夫德里克 但是我 呃 后来要深情去 哈佛做那个 返学的 就是做 联合培养 那个 就是说 博士生的时候 就是美国的 这个呃 就是哈佛大学的 比较文学系的 呃 系主任 叫David Demrash 他非常喜欢 那个林书华 因为 呃 就像我们在国内 和国外 看林书华的 这个 perspective 角度完全不一样 他觉得林书华 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 为什么 呃 我那个哈佛的老师 他不懂得中文 但是他想了解 呃 中国文学 他觉得林书华 是一个非常好的口 为什么呢 呃 其一 他的呃 他是跟弗吉尼亚 文夫连在一起 然后写了字状古运 其二 呃 就是他学了这个叙事 就是 Nelotology 就是叙事学的这种写作手法 所以呢 这个写作手法就是有点像门太奇 一石流的 一石流的这个写作手法 所以呢 呃 因为他觉得林书华的小说里面带有一石流的 一石流的写作 所以这都是老外非常喜欢的地方 但是呢 我们中国比较纠结于就国内嘛 比较纠结于林书华和这个呃 就是朱利亚贝尔他们之间的一个一下一些那个就是分外情 所以呢 好就是说呃 其实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呃 带来了不少的一些好就是呃 困惑 包括我在这里也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都是开产牌 我刚才也跟呃那个何老师说了就是我愿林书华去申请国家社科项目 我还有我反正申请了差不多接近十次八九次每一次都给我否定了 然后呢呃后来我也问了专家他说中国你说你你想用这样子申请那个国家项目是几乎是impossible不可能的 然后他们给我打分都打六分 尽管我的这个其实论证也请了很多专家看 他们都觉得不错也有前期成果 那是拿不到 所以呢在这里啊就说和同 不是和和再听的再再听的观众啊 呃听众呃再呃重申一下 所以我就这一次啊我就不愿林书华的这个pure他个人和私人的照片 list在我的呃PPT里面 好的这里的话呃就是我们的听众能观众能看到吗 就是听众和观众能看其实可以去看一下 林书华呃就是他有一本林书华的古运古运金坟啊就是傅光明先生呃就是他他主编的 然后傅光明先生他自己说我一2019年去北京的时候他自己说说这本这本书他本人已经都没有了呃就是全部这里面好全部都是由关那个林书华的这个呃就是画集 而且他这本书的出版的得到林书华女儿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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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赢了那个就是和那个就是和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红颖的官司 所以就说在这里 因为我有的东西 我也跟那个何老师说了 所以我就不便在这边多杂事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那个讲今天的内容 也麻烦那个高畅老师 把那个屏幕调到第一页 第二页 下一页 对对对 然后呢我在今天 我那个就是做的这个讲座 主要是从几个方面 因为我主要是因为 美国的就是世界文学的理论 是美国最新的 新的世界文学理论家 就是哈佛大学 就是David M. Rush教授 就是他关于世界文学的理论 然后以这个林书华 做一个就是实际的 这个案例来做研究的 然后但是我有中国的视角 然后比较的视角来做 所以呢 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在出版情况 很艰难的情况下 还是坚持出了我这本书 我也非常感谢 就是说我就是完全是从 那个比较学书的角度 来讨论和研究那个林书华的 不是说在做那个 就是autobiography 或者说biography 不是从自撞 或者说撞技的角度 就是做研究 当然我的书里面 是必须包括这一方面的 但是我的前提 前提是从那个世界文学的角度 我把我的研究稍微说一下 然后next one 下一页 next page 下一页 对对 在这里的话 就是我先说一下 因为那个就是我尽量说的 比较通俗一点 就是我在这里 就是给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说为什么林书华 他在国内的研究 还有就是国内哪项目 比较受阻 但是呢 在西方的世界里面 他为什么的这么受欢迎 包括他会得到了 美国哈佛大学比较细细组了 David Dan Roche 他非常的重视 这样的一个就是topic 这样的一个就是study case 就是研究的案例 为什么这么重要 那当然有他的价值存在 首先就是说 就是我也是因为比较lucky 因为林书华 然后能够两次 就是第一次是2012到2013年 一年 然后第二次是 就是2018年到2019年 也就是比较lucky那种 两次因为林书华 我到了美国哈佛 然后我那个美国老师 他现在还是哈佛大学 比较细细组了 就是为什么会得到 这种主流学者 美国他是那个美国出生的 主流的白人的这种学者 对林书华的喜欢 那这在这里就是说 就是很多很多就文学爱好者 他们都很好奇 就是凭什么就一个林书华 你能够去哈佛两次 是吧 然后就是在这里 就是当然有他的就是 存在的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就是说他如果把它放在 世界文学的这个视角下 是非常有研究意义的 首先那个哥德我们可能 不是在就是我们的听众和观众 都比较熟悉 就是说哥德他是第一个提出 世界就是文学的人 而且把他不是第一个在实验 但是呢他是把这个概念 什么系统化的一个 德国的文学家 还有批评家是吧 就是就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PPT 也就是虽然呢 前面好像多了一个 就是哥德不是第一个 史悦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的人 但是他是系统的表述了 这个概念之深刻含义的第一个人 然后呢1827年 1月13号他与他的这个 艾克曼艾克曼是他的这个学生 就是说谈话的时候 他把中国的传奇和 贝兰瑞的诗歌进行的比较 说到了诗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文学 还用了总体世界文学 这一属语指出了 只有当各个民族开始了解了他们各自之间的关系 总体世界文学才能得到发展 从而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然后哥德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在当时就是我们说网络都没有 都要看纸质书的时候 那他能够提出这样的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和话题 其实也是他当时在德国的魏玛 然后他他在魏玛那边还是当了一个 就是好像有当一个什么当官嘛 在那个小地方正上当官 然后他的文学就是地位是很高的 所以呢当时世界上各种那个书啊 书都可以就是说留就可以到他的手上 讲白了就是有个有巴结的 还有他可能花钱去买的 有人进贡的 那他那时候就读到了中国的小说 这个好球传还有那个像好球传的话 这样的小说在中国当时只能算一个三流的小说 然后呢他就看了中国的这个好球传等等 还有花间忌等等 这里我没有立出来 没有写出来 就是这样的小说 然后他觉得哇给他打开了一扇门 觉得就是我们欧洲人有非常优秀的小说 那中国也有是吧他指出了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画面 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受到 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 还说这部中国传奇与自己的赫尔曼和斗日台 以及英国的理查逊写的小说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这也就是说文学还有诗歌 就是不管是东方和西方的话 我们说追求什么爱美好的爱情 还有一些友情 包括我们之前讲那个英国的 14韩式都是在歌欧歌什么爱情友情 其实我这是延伸的 就是说都是西方人觉得中国也有这样东西 这个东西不但是西方人有 东方人也有好像是早年歌的是感到比较 就是他比较惊喜的地方 比较surprise甚至可以讲比较shock他的地方 然后我们讲到next one 下一页 然后在这里的话 其实作为这个林书华 我在这里也稍微题外话再说一下 林书华他其实国内的 我当时是哪一年 2003年 就是说2000年 就2003年我拿到硕士学位 然后呢 在2000年时候 我其实就到处去找林书华的材料 当时我的硕士导师跟我讲 你写林书华很困难在国内 因为国内前面可能是比较毕掉了 就是他可能材料比较少 但是呢意思说那时候98年 1998年 陈学员刚好编了一个林书华 那个就是文翠 把他的那个小说 全部都编成了两本书 上下集是吧 然后这个就是给我提供了一些 那个研究的这种文本 然后写他的小说 就是研究的这种 学术文章是很少的 然后呢就是说那时候 我觉得我的研究 其实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那个就是完成 因为我那时候角度比较窄 然后我后来又看到了 陈学院刚刚出版 出来的一个什么 才女的试解 然后反正就是写的也比较 角度比较窄 也把硕士论文给完成了 同学不是就是在座的读者 听众还有观众的话 感兴趣可以上那个图书馆的 中国之网都可以查得到 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讲说以前的林书华研究 就是2000年 就是2021世纪初的林书华研究 在中国是很少的 大家我包括我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 就是其实那些答辩委员会的 那些老师教授专家 他们更关注的是林书华 跟附近尼拉伯夫 直指那个朱利安贝尔的这个婚外情 是吧 然后对我写的 他觉得反正就是那样子 大概就那样子 也没什么好研究的 这个是我初期的一个 林书华研究的一个 和那个在座的 就是朋友的一种那个交代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林书华 他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PPT上面 他就是是什么 新乐派还有金派 我们说还有那个 那个我们说有那个 龟秀派的重要成员 但是在这个就是说 这里面龟秀派我就少讲一点 因为他对于当时在美国写作的时候 对新乐派和金派 哈佛艳京的人 他们就是那些感兴趣的人 他更喜欢这样讲 林书华他是 武士新文学运动 宣涛下成长起来的 中国第一批有才华的 现代女性之一 就是刚才何老师也讲了 我们在这个时代 可能更多的关注是什么 冰心啊 林慧英是吧 还有那个其他的就是女性 还有那个我们说中国国内是 萧红啊 还有卢尹啊 这个卢尹他是福建福州人 他其实好就住的地方 跟我父母亲住的地方 在福建时代是很近的 我们都有去参观过 就是我们我在那个硕士的阶段 其实他们更关注就是同时代的其他人 但是对于那个苏雪凌 苏雪凌因为他去就是同时代有苏雪凌啊 他去那个台湾了 所以大家也不爱谈 这个林书华呢 又去了英国 所以大家也不爱谈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整天就讲说 还有就萧红啊 还有卢尹啊 就是谈的比较多 但是呢 就是林书华 就是还有一个 为什么谈的比较少 就是跟那个当时 我在福建时代的时候 其实对于那个 Nelatology就是叙述 学这个意识流的这种 解读意识流文本的这个理论 其实当时我们还是比较弱势的 就是研究的不够 所以呢 对林书华小说里面的 这种意识流小协作 就是等于说我们解读不了他 所以觉得他写的东西 就是写女人的东西 女性的东西 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很高深的 就很平白的那种感觉 感觉不到他的精髓 所以呢 林书华这个人 真的需要就是说 中国的学者 跟纯老外的 这种专家合作 那么通过这种合作 我们可以看到林书华游 是一个保障石的 是的 可以有无限的挖掘的可能 我自己那个之前在硕士的时候 在福建时代 写了这个硕士论文 然后我搭辩族里面的一个专家 后来是福建时代的一个 护校长 我从哈佛中间有回福建时代一堂 然后又跟他面聊 他说林小霞 你居然敢愿林书华作为博士论文主题来写 他说我觉得你写不出一本书 他说他说你去哈佛就做一个林书华 他觉得非常的刺激 然后我也给我自己国内的老师 那个王宁教授讲 他说把不可能 就是变成了可能 他说那才是你的本事 他说大家都知道 哎呀都可以写 都可以写很多很多写几部书出来 他说那你就没有本事了 所以呢 我在自己国内老师的这种鼓励下 还有在那个哈佛老师的指导下 所以呢就把李孙华 放在世界文学的这个语境下 给他写了出来 因为那个在这里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就是林书华小说 叙述意思的文学史意义 就是说他的写作 他的写作就是说 有那个弗吉尼亚伦夫的 那个一十六写作的痕迹 为什么他没有认识弗吉尼亚伦夫之前 其实是自己 就是说自学的模仿 骂士福耶德 是吧 就是是徐志摩 就是称林书华是什么 中国的就是慢事回合的 为什么他在前面 林书华是一个比较有心计的一个女的 他跟张爱玲不大一样 这个我在19年好就是找到那个陈乔云面谈的时候 他也是比较确实的就是make sure 比较confirm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是属于按现在的讲说 他觉得谁对他有利 就是等于说会懂得办一些让他成功的人 那张爱玲是等于说我们在美国 就很多朋友我之前在燕京 好凭燕京我也知道 就是说他在爱玲是什么 他就是说为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理想 他可以牺牲 就可以牺牲掉其他的地方 包括那个分音啊 还有他的这个男人是吧 他不会凑活的 但是呢林书华不一样 他就是要活得很舒服 然后呢就是会找一些对他有文学贡献的人 就是来来那个就是就是让他更上一层楼 然后那个陈小英我这么讲 我当时还有那个和那个陈小英的录音啊什么 陈小英是认可这一点的 就是说他不会像就是我们说张爱玲那样 为了文学为了文学而文学就牺牲了比较多的那种 这是他的一个就是特点 也是反正他被别人就是说很有争议的一个地方 可以这么讲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第二点 就是林书华和Bruce Burley的交往 就是林书华这个他和布鲁姆斯伯利的这个交往 其实最终还是要感谢他的husband什么 陈希盈是吧 陈希盈他在武汉大学 我们说他当时就是在那边当系组了 外国语学院的系组就是外语系 还有当时也叫有的是写外语系 就是外国语学院相当于现在外国语学院的院长 然后呢这个我没有写在这个我的这个PPT里面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我的专注 就是为什么呢 当时那个他作为一个他的老公 就是他的先生 就是说林书华的先生陈希盈 他为了就是让他们的系里面的这个学生能够学习撒斯比亚 是吧 然后呢他就想说去请那个英国的这个专家来教沙斯比亚 那实际上朱利安贝尔他其实对沙斯比亚 其实根本就不怎么研究 是吧 然后呢他只是说把他布鲁姆斯伯利经常都有开party 他们上面寅思众词还有他的他的那个小姨嘛 他的就是他把朱利安贝尔是那个 呃 哇那一傻就是福吉尼亚维夫姐姐的儿子 是吧 然后朱利安贝尔他只是什么 只是那个他真的只是懂得那个 呃就是他们布鲁姆斯伯利这些呃这些成员 他们的是一个传记还有小说 对沙斯比亚他真的是不怎么感兴趣 也不怎么知道 所以他就讲不了 然后那个他他实际上是在介绍 布鲁斯伯利他们的这个member的一些works 就是他们的一些东西给那个武汉大学当时的学生 然后尽管我们说朱利安贝尔他也是什么 他也是那个campbridge出来的 跟那个徐志诺一样都是campbridge 但是他真的他对诗歌比较感兴趣 campbridge就是诗歌好比较感兴趣 然后完全创作这些什么沙斯比亚 他真的懂得很少 所以呢 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然后我们说那个 就是有问题的我继续讲 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就是说就是我要继续讲 就是待会会给就是大家 这个回答大家提问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他就是那个就是 林苏华在这里的话 他是非常有心机的 就是说他在写这个 就是他认识了这个朱利安贝尔以后 然后有一个是他私下的一些 他们在恋爱 但是他也是非常有心机 这是我做研究 就是解读出来的 为什么呢 就说他是前面跟着我们说徐志某说的 这个这个徐志某讲的 他跟那个我们说凯瑟琳 曼斯汇尔的在自学一识流血作 然后他发现朱利安贝尔是什么 是弗吉尼亚伦夫的侄儿 所以呢他就想说 有自己的一识流血作能写得更好 如果能够得到这个朱利安贝尔的举荐 把他介绍给 介绍给这个 所以他也愿意跟那个 就是朱利安贝尔谈恋爱 怎么样 反正这个红音里面都有说了 是吧 然后英文的这本书 就是爱的艺术 就是爱的艺术 这里面也有写 就是英文部分 我们中文也有 然后这个我就不讲了 就是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我们其他人都没有看到 他更深层的研究 我也和在座的听众分享一下 他为什么愿意跟朱利安贝尔好 就是除了我们房间流传那些东西 其实是为他的写作目的 为什么呢 他他想就说跟了弗吉尼亚伦夫 他想在全世界成名 知道没有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出去 是吧 他觉得他的写作方法 他的这种主题 能够得到弗吉尼亚伦夫的认可的话 他的书肯定在新华世界是爆红的 确实是这样子的 后来他就在弗吉尼亚伦夫的指导下 因为英文写的自传古运 这个就是虽然说带有女权意识 就是说他对当时的一些 自己的状况也不满意 等等 就是说也是一种泄愤 可以这么讲 然后呢 就是在这里 就说我们看一下课件 不是PPT 弗吉尼亚伦夫亲自指导林苏华 写的带有女权意识的英文字状古运 然后呢 林苏华在中年之后生活在英国的中国 就是说他古运一直没有出版 然后呢 他丈夫刚好要去联合国那边 就是说去英国嘛 就是去那边联合国 好像当时那边工作嘛 这是他女儿陈小英讲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讲一些题外话 就是其实大家会更感兴趣一点 就是说他这个都有他个人的目的在里面 这时候这个朱利安贝尔 就是已经1938年后来 因为那个就是他封外情发现 他就被赶走 被赶走的话 他后来参加了西班牙 那个就是去参战 然后就是1938年就死在那个战场上面 这时候就是林苏华更关注的是他的书 他的这个古运就是怎么还还没有完整版 然后想去找寄给寄给那个 我夫的那部分能够给他发表出来 所以呢 就是他的先生有机会去英国联合国工作 就是说他也自己也非常的主动 很迫切的要去 就是要把这本书能够在英国能够发表 是吧出版 然后这本书1953年 就是有那个霍家 那个霍家 霍什么霍格斯 那个霍格斯 那个就是这个 这个出版社出版了 然后里面有那个林苏华的 为这本古运 画的很多插图在里面 这个就是 其实他是非常有个人的一些目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研究的时候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 也就是2019年 那个8月份 8月份去北京找林苏华的女儿 陈萧颖 我们在面谈 面谈了两个多小时里面 他也确定了我的很多 Question 我的质疑 Next 下一页 因为还有 我后面会讲的比较 这个是 就是比较快一点 就是 在这里的话 我和就是 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我为什么 就是会 那个把这个 比较深层次的东西 给挖掘出来 第一 我要感谢 就是说 这个去哈佛大学 返学的时候 在Widen Library 就是找到了 朱利安贝尔的 他的这本书 就是 散文诗歌 还有信件 这里面的 这个书 这个这本书里面 有收集了 就是 苏利安贝尔和那个林苏华之间的 一手的 那个书信的来往 这个在当时 就是说 还是很珍贵的 然后能够收到这本书 然后对我的研究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这个是很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布鲁斯伯利研究 在就是国外 就是在特别在美国 它是很受翻译的 然后这些禅书的话 就是里面还有 就是我在做林 林苏华研究的时候 也就是找了 布鲁斯伯利 其他人的一个 相关的一些 就是说他们的研究著作 回忆录 画册 就是说 你想就是找到 就是林苏华的 蛛师马迹 因为林苏华在 就是在中国现代作家来讲 尽管他的就是 就是他的年龄 就是他活着 就活着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90岁吧 但是呢 就是说他的创作 其实跟其他人比 是不能比的 比较少 但是我就是 这也是他一个 比较特殊的原因 那他特殊在哪里 他就是画画画的比较好 所以呢 他后来又开什么画展等等 这就是我们说 他也是在这 就是next one 下一页 下一页 就是说他能够就是 也是能够好 就是说被西方文学界 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讲到林苏华 他可能曾经有一段 lost in China 可能在中国 穿了什么 academic circle 就是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 他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就这样子 销声匿迹了 然后呢 实际上重新发现 林苏华的话 是我们说 这个夏自清先生 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他里面对林苏华的评价 还有就是外国人 就是说对林苏华的 这个评价 然后呢 让林苏华现在的 这个研究呢 又比较活起来 是吧 我们现在如果去 中国之王上面 查林苏华 他的研究还是蛮多的 就是说有硕博 硕士任务很多 博士也有了 那研究 林苏华的专注 在中国应该讲 我这本书 是第一本 全就是 就是academic 就是study book 就是study book 就是说可能是 比较academic那种 那我在这里讲一下 就是2003年 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出版的 就是纽约市立大学 布鲁克林教授 帕特利卡 劳伦斯 就是利利 布瑞斯科的中国眼睛 就是 利利 布瑞斯科 是Chinese eyes Bruce Berlin Modernism and China 这本书 就是2008年 好像是有中国版的 那这本书的话 就是 他 他翻译成中文以后 在国内 就是又引起了 中国的 就是大陆的文学界 对林苏华的重视 然后他这本书 就是 大家也可以去图书馆 或者就是网站 就亚马逊网站 都有这本书 这本书的话 就是 我们说 那个就是 这本书 是引起了 就西方世界 就是说 西方的文学世界 对林苏华的关注 那我在这里讲 其实林苏华的文学价值 在美国 更是受 受关注 在中国国内 就因为他个人 现在 就是我也比较 我可以比较诚诚的讲 今天我为什么 不挂照片 就是说 我的这本书 当时也比较有挑战性 2019年 然后2019年 刚好三月 三月 还是 好像是三月 就哈佛大学 新任的校长 好像刚刚三任 然后他到北京来 所以这种情况 就让我这本书 都能够 比较顺利的出版 要么有的书 好像这样的书稿 压他五年十年 不出版 也很正常 出版社跟我说的 也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在这里 我就讲到 其实我当时也记了这本书的东风 就是2003年 这个利利布鲁斯科的中国眼睛 为什么呢 他这本书的第一 就是一开篇就是讲到了 就是说 就是纽约的这个 就是 大印图 好像是 就是图书馆嘛 纽约那个图书馆 好像就是在拍卖 这个 朱利安贝尔和林书华通信的 这个就是原版的这个书信 要拿来拍卖 就是要卖的很贵嘛 然后蒋宁苏华是中国 这个 就是 就是 好像就是 在民国时候 民国之前 就北京 清末 北京市长的女儿 就是 清朝最后一位北京市长的女儿 然后 卖点也是 是吧 就是他跟那个 弗吉尼亚乌尔夫 就是 外申 就是 朱利安贝尔之间的一个 分外情 这也是一个 卖点 是吧 所以 就是您说话 有这样的一种事情 所以呢 就 其实对我们 就 在美国那 OK 对我们的这种 研究啊 还有持续性 其实也是有一些挑战 如果你可能只会在一个 比较中规中矩的 这个学术的框架下 来研究它 那么可能 你就会比较 顺利的把你的文章 研究文章 还有专注给出版了 但是你可能讲的比较 题外的 比较偏一点的东西 那是 就是 对于我们 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一些 是有挑战的 虽然说现在也包容 可以这么讲 但是还是 我们还是比较 就是说 注意一些自己的一些 就是言辞 还有措辞 然后 在这里 因为还有 剩下时间要给这个 就是互动 我在这里稍微做一下 那个讲快一点 五分钟啊 就是说他这个就是 这个 劳伦师为什么会写 尼书华 其实他是做 弗吉尼亚研究的 这个专家 是吧 1991年 斯坦福大学出版了 出版社出版了 他写的 弗吉尼亚 就弗吉尼亚 伯夫的传记 沉默的阅读 英国传统中的 弗吉尼亚伯夫 是吧 然后呢 他在 就因为他做了 弗吉尼亚伯夫的研究 所以才把关注点 移到了他在中国 卖得很好的 利利 布瑞斯科的中国眼睛 他也赚了不少 不少钱 可以这么讲 一次伦敦 伦敦 说比斯 拍卖 韩 近拍布鲁斯 伯利 文化圈的 信件和资料 仔细阅读了 就是拍卖的 这个就是 他这一次 就阅读了 拍卖目录的时候 注意到这一条 下面一页 我刚才有讲 刚才已经有讲过了 Next one 下一页 这是那个 就是 那个拍卖 写的 就是说 福吉尼亚伦夫 及布鲁姆斯 伯利文化圈 艺术家林书华的 有关收藏 包括 朱迪安贝尔 福吉尼亚伦夫 华内萨 贝尔 威塔 萨科威尔 威斯特 这个威斯特 为那个 林书华的 智状 那个 古运 写了一个 intro 写了很长 然后她的身份 是什么 她这个 威斯特的身份 是 福吉尼亚伯夫的 什么 同性恋 的 这个女友 所以呢 这个 林书华 非常会 利用这种 就是英国的 文学 文学权 来施线 她自己 就是说能够在 欧洲世界 一举成名的 这个梦想 然后她的女儿 陈祥云 她曾经一度 对她的父亲 陈祥云 她说以后 我比你要有名的多了 意思说她这么做 会比她 她的先生 更有名 这是她自己 她女儿 讲她口出广言 因为她女儿 觉得她的Daddy 就是她的 陈祥云 很爱她 然后林书华 是为了自己的 这种文学 为了自己成名 好像是比较自私的 就是把她 推给她的 父亲 陈祥云 这是 陈祥云 当面跟我说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写的信 所以这个 像这样子的东西 是非常有卖点的 因为我们说 可以 我甚至 比较重的 这么讲 我说 林书华 可以在 当今社会 可以把她 秒数成 她是一个心机女 真的是这样子 我研究了这么久 因为我自己 从2000年 一直研究到现在 闭着眼睛 就可以讲了 可能讲 讲几个小时 都没问题的 就是说 她真的是 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她是一个心机女 就比较有心机的 那种 那种女性 而不是很单纯的 像张爱玲 就是为了 为了文学创作 就是她能够牺牲掉 很多东西 我们看一下 林书华 她这个拍卖 寒写 林书华 1900到1990 中国艺术家 期末之历 不正史之女 陈枪加过 1922年 末代皇帝 溥仪的分离大典 通过朱利安贝尔 进入了 布鲁斯 伯利文化圈 根据现存信件 所披露的事实 林书华 与他之间 有段私情 之后 朱利安贝尔 因为被发现了 被诚信发现 他就离开了 中国去了西班牙 然后1937年 有的讲他38年 有的讲37年 这里面就是讲 他是37年 死于西班牙内战 就是那时候 朱利安贝尔 也觉得没面子 他也觉得 被人抓个现场 也觉得好像 不管怎么对他 也蛮受伤的 所以就去战场 那个打仗 等于说发泄一下 想不到在战场 就去死掉 死在那里 下一页 那我讲一下 组结 等一下 那个就是 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可以问我任何问题 其实是OK的 可以讲 然后这里的话 我再交代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本书 在那个利利布鲁斯科 是那个 就是为什么劳伦斯的 这本书 让他在 就是等于说 他在美国走风 在中国走风 其实他的卖点 就是刚才 第一段那个卖点 是吧 更多的卖点 因为那个就是 在西方的话 他的学术著作 更就关注一个market 就是市场 但是在国内 因为有 有政府的资助 我们不怎么关注这一块 就是说 他最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 然后呢 他就到灯塔去中的 人物 被形容为 一对中国的眼睛 他就 就是借助 这对中国的眼睛 来追溯 1935年到1937年 朱利安贝尔和中国 女作家林苏华之间的交往 从而引出了 英国的布鲁斯伯利 和中国的新乐派 在文学文化 以及艺术等领域的交往 书中提到了 徐志摩在20世纪 20年代 与布鲁斯伯利的政治家 高斯华 迪根斯 还有美学家 罗杰弗来 英国的汉学大师 阿瑟维利的交往 肖前在40年代 与布鲁斯伯利的小说家 什么 E.M.Foster的交情 还有 利特斯特雷提 写《慈禧太后》 这样的 这些剧作家的交情 然后 就是 胡尔夫和 瓦奈莎 瓦奈莎 他是个画家 还有富莱等 对中国艺术 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的 在这里我也少微讲一下 因为肖前 就是说 傅光明是肖前的学生 然后肖前因为跟 布鲁斯伯利有关联 所以林苏华的这个 就是鼓音 是胡光明翻译的 然后傅光明 他那个就是后面又把那个 这个陈小云打赢了官司 但是后面有的东西 我可能私下的时候 我和何远老师会再讲一下 就是后面 其实2019年 我去北京的时候 那段时间 胡光明跟陈小云关系 不是那么好 因为还有一些 就是当时陈小云 把那个林苏华去世后的一个 换在他那个环节里面 不让人家动的诗信 诗还有信 还有一些信件 非常私密的 信件拿出来 拿出来 后来发现他的母亲 不是这么简单的 只是跟朱利安贝尔有关系 还有跟一个日本的高官有关系 然后因为这个 就是我2019年 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然后这些书信 就是陈小云以那个 可能不是很高的价格 卖给了一个陈联 陈联是这个 到时候我和何远老师会讲 他也是 他可以讲 他是毛泽东秘书的一个女婿 然后陈小云把这个卖给他 然后这个书好像现在 已经被禁了很久了 陈联 然后又把林书华的状 好像又写了一个林书华的状 还是商务运输馆 出版没出版这本书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 这个傅光明 就跟陈小云 矛盾很大 那最近他们的关系 又比较和解了 就是林书华这个 因为他这个 就私人的一些关系 就是说会引出了一段又一段的这个故事 而且那个陈联因为写了这本书 可能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钱 因为还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 在北京有一个十家博物馆 然后这个十家博物馆当时是 其实是拿不回来的 很难拿回来 然后就是这个陈联帮陈小云 可能就是他摆平了一些关系 把那个他之前的这个十家互动拿回来 然后又改成了博物馆 陈联跟很多 供很多现在的游客那个游望 然后这个里面的贡献是陈联帮他的 这个傅光明那时候帮不了他 所以呢就是其实还有很多的 会引出了另一部 一部那个传记 这个传记可能会赚很多的钱 那不是按那个傅光明的意思讲 这可能是无价之宝 这个不是不是有价的 是无价的 所以他陈销运以有价的钱卖出去 然后傅光明对此是 他可能觉得有些不满意 大概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 把后面 Next one 最后一页 Next one 最后一页 下一页 听到我说话没有 Hello 没有声音了 Thank you 谢谢啊 其实劳伦师不是第一个把新岳派和布鲁斯博 布鲁斯博里换在一起讨论的人 就是说他不是第一个 然后呢 比他更早的 这个是我在那个美国发现的 就是说我们国内比较知道的话 都是2008年就是实际上他英文版是2003年 刚才讲的本书 2008年中文版发表了 但是呢 我查到了 也是在那个哈佛大学的 Widen的图书馆里面查到了 其实那个就是朱利安贝尔他们的朋友 更早就把这个林书华和朱利安贝尔的恋情 写到他的书里面 然后呢 在他的书里面 还讲到了 就是说 就是布鲁斯博里 他们对这一段恋情都是有意思的回避 在这本书里面有写 就是到前线去 朱利安贝尔和约翰康复德的生活于1930年代 这本书里面 有写说 我们国内有一段回避 实际上在英国也是回避 为了布鲁斯博里 他的什么 他的一些什么 reputation 他的一些民生的话 就是也有意的规避了这段这个恋情 然后呢 就是66年 就是因为朱利安贝尔已经去世了差不多 快20年了 不是 37年 就30年了 30年 3738 就差不多他66年出来的 然后过去了这么多年 然后他们在一个弗吉尼亚 罗夫的一个纪念会上 就是说这两位作者和那个布鲁斯博里的一些成员的后代 在讨论说是不是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时机 我们能够把那个朱利安贝尔和林书华的一些私下的一些 就是那个风外情好能够实当的写一处写一下就记录下来 然后呢 当时就是说书上写 就是说 布鲁斯博里他们的后代也没有说反对 他们只是keep silent 大概是默许吧 可能是这样子 那这里面好 涉及到他们的恋情 不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劳伦斯写的那么想进 简直就愿他来就是说来让自己好就是成名 就是这里面涉及到林书华和朱利安贝尔的恋情 此书是关于贝尔和约翰就是 约翰康夫德的传记 就是说他在另外一个传记里面的一个 就是包含了一个林书华的跟那个朱利安贝尔的一些恋情在里面 他们的传记 由于当时所设计的人 你看这个这个他里面 由于当时所涉及到的人都还在世 所以呢作者写的比较含蓄 而且只在英国出版 没有综艺本 而此事没有波及到中国 这是1966年的事情 1966年就是20年过后 中国还是比60年代要包容很多 在这里我大概就 这里的文字 我list在这里就要表达这个意思 麻烦拉一下 高畅老师麻烦拉一下 往上面拉一点 谢谢啊 谢谢 就是说 就是2004年朱利安贝尔又出现在我的脑海 那时候我在主持一个关于什么 关于他的第一届弗吉尼尔文夫国际会议 此次会议不在美国进行 而是把会议设在布鲁斯柏林附近的伦敦大学的参议院 在这一期间我得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奥利维尔就是昆丁贝尔的 昆丁贝尔是朱利安贝尔的什么 弟弟然后这个奥利维尔就是朱利安的什么 弟媳妇昆丁贝尔的那个妻子 想和我谈话 然后这个昆丁贝尔他虽然说是艺术家搞画画的 后面他就是写了那个弗吉尼尔武尔夫传 这个传记写得非常好 大家好就是可以去那个公共图书馆 黄泽哈佛的那个Viden 还有可能哥罗比亚大学都有这样的书 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他写了弗吉尼尔武尔夫的传记 然后中国也把它国内 就是中国大陆把它翻译成那个中文 里面也有谈到那个昆丁贝尔 昆丁贝尔肯定会谈到那个朱利安和那个林苏华的关系 其实我都这样子就通过他们 Bruce Burley的成员 我然后立任在美国的图书馆 我真的几乎把好多那个就是材料都找到了 就是没有去那个纽约的大都会图书馆 当时是为什么反正当时当时第一次去是因为那时候波士顿那个爆炸案 后来就没有去了第二次好像也有也是其他的原因都没去 非常一样就想有机会能够去大都会博物馆里面 也有也有那个就是福吉尼亚文夫的材料肯定有 也有朱利安贝尔和那个林苏华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信件 反正是福音件还怎么样 就是还是有那边还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他想知道朱利安的传记是否有新存在 是否有必要存在另一个版本呢 就是说他们就是Bruce Burley他很喜欢写传记 就给其他成员写自己写 然后呢 然后写传记他当时也是顾及到跟中国英国和中国的关系 很多这个情节真的是三调的 但是呢后来他们觉得这个还不尊重事实 也不尊重历史 所以呢想把朱利安贝尔和林苏华的这种封外情能够也加进去 其实他们当时也是很有意思的给他避开这段那个就是 避开他们的这一段那个就是恋情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 有关朱利安毕竟他们觉得不写的话 就像我们现在讲某明星他可能被人家拍到 你不承认的话 那么可能会被人家越描越黑越土越黑的感觉 所以呢试过了这么三四年 他们觉得与其被别人描得很黑 还不如自己适当的把它给公开化 这可能比都不说要好得多 这是我自己就是阅读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材料 然后得出的一些心得 就毕竟有关朱利安的生活已经有了 就是到 到那个前线去朱利安贝尔和约翰 康福德的生活 于1930年代 这本书人们对 布鲁斯波尔里的兴趣变得有 有些什么过度了 没有必要去相信 去相信那个私生活 就是说从理论上讲 就是说 就是人们对布鲁斯波尼的兴趣 有些过分 没有必要去相信 私生活是人们希望自由 从理论上讲 是这么回事 但是有时理论和实际是什么 是不吻合的 就应该把它公开化 但是我们说在这里的话 当然了 他从那个文字的这个角度 他只能这么写 是吧 那实际上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材料 其实他们也是觉得 与其不说keep silent 那就是说还不如什么 他们就是自己写一些东西 就是for朱利安贝尔 就是与其这样子 还不如他们自己写一些 朱利安贝尔和那个林书华的事情 就是说站在就是 就是局内人 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 这个豪坑里面的这个战士 就是都是一群人 就是都是布鲁斯波尼里面的 这些成员 这个角度来讲 可能让就是外面的人 更相信他们说的 而不是听那个流言浮语 这是他们 就是他们自己的本意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了解 还有一些理解 对他们 他们那个朱利安贝尔和那个 林书华的这段恋情 英国和那个中国 就是就是等于说文学界 还有文艺界 就对他们的看法 我自己的一些那个了解 next one 换到这个下面一页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林书华的妹妹 林书浩 她的外甥女 她现在还在 现在就是那个 现在应该是副教授 副教授 那个当时陈晓云讲说 她比较忙 现在有两个孩子 然后可能还要写文章嘛 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去找她 实际上我有去那个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本来有打算找她 她这么说了 我就没有去找她 2006年 林书华的妹妹 林书浩的外甥女 现任教于美国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 人类学与女性研究助理教授 就是魏苏林 他们都叫她 就是萨拉 萨拉什么 他们都是这样 小名叫她 然后呢 她写了这个 加国孟营 然后她的加国孟营 是陈晓云就鼓励她写的 所以2019年 我在和陈晓云见面的时候 她讲 她说你要持续做研究的话 她说你还是愿她的这本书 作为依据 然后呢 她一直讲说 陈学院不是 也写了很多传记啊 怎么样 她说她完全是 意思说有的写的东西 不是很真实 是有个人的目的在里面 这是陈晓云当时跟我讲 她说你做研究的话 还是以她的这个 这个 他们家的魏苏 魏苏林为主 那魏苏林 其实她写 林书华是很有挑战 她是用英文写的 英文写的 然后06年是天津的百花出版社 就是 就是把它翻译成那个 就是出版了她的那个中文版的 然后魏苏林 她写林书华和朱利安贝尔 因为什么她土生土散的 就美国人尽管说她有中国人的学种 但是实际上她也是个奋学了 是吧 然后那个对于汉语不是不是懂得很多 她为了这个写这本书 她学了一些汉语 还去了北京 她就写了这个 《加国梦》 《A social miles of dreams》 耗时了十年多 这本书是美国的罗切斯特 美国的罗曼特利 罗曼特利出版社出版了 这个这本书 那书中也讲到了 林书华和朱利安贝尔的恋情和1953年 这里面这本书 我的中英文两版都有 反正我做研究的 我一般都是中英文 中文英文的版本都有 然后就是她写林书华和 那个朱利安贝尔的尺度 就是写的内容还比较多 还比较多 但不像那个红银 那个就是写的那个爱的艺术 就是任敏艳写的那么露骨 她其实也写了比较多 但是她也相对也是 从一个比较学术的角度来写的 然后呢 这本书也谈到了 林书华和朱利安的恋情 还有1953年 在伦纳德伯夫帮助下 林书华的这部英文字传古运 由英国霍家式出版社出版 出书带有内联和忧郁色彩的传记 冲刺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女性的思想和历史 引导读者深入了解 林书华和林书 林书浩两姐妹的海外经历 就是林书华和她这个妹妹 这个妹妹实际上是同户异母 就那个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也确认 像那个陈书云求证了 她说是同户异母 然后他们之间也是因为家族的 她觉得林书华写的古运 为了自己的成名 然后把自己家里的事情 就是好像就虽然没有那么精确 有一些改编 全部公布于世 然后这是让她妹妹林书浩受不了的 所以呢 她这个姊妹两个人曾经一段 也是绝交了 不来往了 然后导致陈书云的性格比较像男孩子 就是她的性格比较火烧火燎 然后后来导致陈书云鼓励 这个林书浩 把那个林书华和朱利安的贝尔的事情写出来 所以才有了家国这个 家国梦颖这本书 这个对这里面 他这里面虽然说林书华这个人 他的作品还有成果 不是很多 其实可以讲是比较少的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私生活 其实是变成了一个 大家比较津津热道 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 是吧 虽然说我们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 我之前也听了就是 就是徐志摩的一些讲座 徐志摩对于林书华来讲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 所以我就不讲他们之间的一些 就是说这些比较暧昧的关系 但是林书华真的 他的怨情其实也是不装的 就是那他女儿讲 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还有非常的势利 就是说这个好 就是说当时他办了一个 日本的外交部的一个高官 然后呢那时候就是 北平被日本占领的时候 就是林书华其实 对他的姐妹还是非常的疏远的 他有个妹妹 就是说好像是在天津 然后在北京没有房子 住了他的房子 然后林书华就用他自己的私人关系 把他那个是他姐姐 姐姐就是说把那个房子 多回来 然后把那个就是他妹妹 他那个姐姐比较落魄的一个姐姐 给赶走 然后陈书华说有一些作法 他做为女儿 他也觉得看了看不下去的感觉 但是陈书华他比较性格比较 就是豪晃直爽 所以呢他会讲出他自己的一些 对他妈妈的一些那个感受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他这里面也谈到了 就是林书华和朱利安贝尔的恋情 然后在这个文夫的丈夫 就是伦纳德的帮助下 林书华这部英文字传古运 有英国的Hogers 霍家是出版社出版 此书带有就是比较内敛和忧郁的 我这个repeat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他的他的书其实是比较内敛的 还有忧郁色彩的传记 充斥的20世纪 中国知识女性的思想和历史 引导什么读者深入了解了 这个林书华与林书华 就是这个两个什么姐妹的海外经历 那实际上我刚才一直讲过了 其实他非常复杂的 就是他们的 因为这本书我刚才也讲了 这是陈小英讲的 就是说因为这本书让他 就是林书华和林书华两个姐妹 什么曾经就是断绝 绝交了 不来往了 那实际上1947年 就是林书华去 去伦敦的时候 他是先到美国 还跟他这个妹妹 这个姐姐 他的妹妹还见了一面 然后陈小英说 他说那个 他这个乙衣好像还送了他 当时不少的衣服给他 他们也带去 去伦敦去了 但是后面因为去 去完这时候 古运还没有 因为1947年 古运还没出版 古运是1953年出版的 这时候他的书还没出版 所以关系还可以 但是书出版以后 他们就彻底什么 断绝关系了 那为就是后面是 魏书林是得到林书华女儿 陈小英的支持 写了这个传记 所以呢陈小英很认可 他也会推荐那个研究者 去关注这个家国孟明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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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 我们要讲到 还有时间 就是我们看一下 2008年上海书店 这个情我刚才都讲过了 就是说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了 帕特地娃劳伦斯著的 历历布鲁斯科的 《中国眼睛》 然后是有什么 万江波 韦小宝 还有成龙之翻译 2000年红颖的小说 K引起了一场什么 沸沸扬扬的名誉叔叔 其实接下来 就是只不过还没有爆发 可能还有很多 还会有一场 就说其他的 但是中国接受 劳伦斯从 薛书家 传记的角度来 重新审视 12世纪 出中国的新乐派 和英国的 父母师伯利之间的 千师万缕的关系 然后我们看一下 2008年9月 劳伦斯协星座 历历布鲁斯科的 《中国眼睛》来上海 分别在复旦大学和 华东师范大学做讲座 并在上海 作协和 黄晓英的 附 附 上海的作家 什么 就是 林苏家 进行的 那个 座谈 就这时候开始 就因为我 我自己差不多 2000年初的时候 开始写 那个 林苏华的 硕士论文 所以我 我在国内 关注林苏华 是比较早的 就是在中国之网上 就是还有 可能还有这篇文章 我2003年 就是 在福建师范大学 那个 学报上 就发表了一篇 就是 小 林苏华什么 小说 创作论 那当时是根据 我的硕士论文 就 改写一下 发表在 那个 福建师范大学 学报上面 折射版的 那时候写 林苏华的人 很少 就是 我算比较早 然后真正 在中国大陆 对林苏华的 就是感兴趣 真的要感谢 这两本书 一本是 这个美国人写的 这个 劳伦斯写的 利利普瑞斯科的 中国眼镜 还有一本 就是 就是 魏苏林写的 什么 家国闷影 那是 就是 陈小云 自己 就是 鼓励他写的 他也写了 十年 下一页 我再讲两句 可以讨论了 是吧 家国闷影 中文版 在中国方形 反响不是很大 反响最大的 就是 真的不是很大 我待会问一下 就是 因为可能听了 有 就是 不知道 就是我们今天听众 也没有 就是对国内 在国内的 应该会有吧 他这个 家国闷影 没有这个 利利布瑞斯科的 中国眼镜 幻想大 但就是幻想最大 当然是K K 他幻想很大 还有一个就是 打官司 就是 傅光明 帮那个 陈小云打官司 打赢了这场官司 是吧 傅光明现在 因为他在 傅光明 我平常跟他 都有互动 他现在在 首都 师范大学 外国学业 然后除了教书以外 然后他在 翻译 莎士比亚的全集 他想挑战一下 莎士比亚全集 翻译 所以他也比较难 他说他一般都是会 花半天的时间 做翻译 然后还要教书 还要去运动 他体型还保持得很好 就是要 要做翻译 肯定要运动 不运动的话 他说身体 支撑不了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红颖 KI的艺术 基于一个 真实的故事 这个应该在 美国应该都有 就这本书 写于1997年 此书的出版和 刊载 引发了一场官司 那那个 就是红颖状的盆满 盆满 钵满的 是吧 我们看一下 2001年7月 林书华和 陈希盈的女儿 陈小颖 把红颖和 Kate 就是把他们上述 到北京海淀区 法院要求 终止 Kate的出版 或刊载 经过了一系列的周折 2003年7月 法院的最终裁决 容许Kate一书 改成英国情人 同意春风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2013年7月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修订版的 Kate英国情人 并著名了本小说 主人公什么 纯属虚构 这就是他们打官司的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 就是了结吧 这个事情现在了结了 但是还有一波事情 那个事情也非常大 只不过也是 就是涉及到一些 利益的问题 那他们现在还是跟那个 就是有三个脚 在这边戳着 就是他们就是等于说 还是有一些利益上的一些事情 在那个就是有几花买 大概是三方 还在还在那个就是 弄这个事情 Next one 下一页 下一页 徐志摩在写信中 写信发表当天就有中国的曼 曼苏菲尔 这个前面我都讲过了 就是今天翻译成 曼苏菲尔的功课 林书华创作成功 曼苏菲尔的 他是英国 现代英国文学中 一位接触的短篇小说家 以细腻的笔法 笔法描写了心里而著名于世的 1938年4月5号 5日 弗吉尼亚伍夫给林书华的第一分信 可以推断出 林书华是在1938年 就是38岁的时候 开始写古运的 这个就是 这个后面就等于说 对我前面讲的一些内容 做一下 这个 就是讲一下他的一些 就是 就是他的来源 他的起源 还有他的去处 林书华呢 他也坚持写了下去 在这里 有一些 我当时 写完 写完第一篇就寄给 吴若夫 吴若夫这通过了 回信做出了 建议和 语评论 1938年到1993年 林书华大概一共 寄了8份到10份 手稿给吴若夫 1947年 林书华 以英到英国 然后他自己保存的原稿 早已失踪了 但是伦纳德 却在 吴若夫 遗物中 找到了当年 林书华寄给吴若夫的手稿 使林书华能够继续完成 古运的创作 在这里 就是说我也 就是前面 repeat一下 因为这个很重要 就是这一点 这个陈小英自己讲了 就是说 1947年 就是林书华要去英国 是林书华非常的 坚决 就是说他父亲当时 不是很想带他去 想他 让他就是 在武汉 就是再待一待 但是林书华 非常的 迫切的 要去英国 实际上 是有他目的的 因为他觉得 吴若夫能够指导他写古运 是吧 然后那个 有的他有写完一张 吴若夫会给他评价 然后他修改 然后再寄给他 然后这来来回回 这个手稿 就是有八份还是十份 所以呢 他想去找手稿 还有要完成 那个古运的创作 然后能够在 他那个霍家式出版社 霍家式出版社 非常有名的是吧 出版他的小说的话 那么他就一举成名 所以呢 他太 太功利心 心机太重了 我们说很有诚服的一个女人 心机太重了 功利心太重了 所以呢 他为了自己的成名 不惜 就牺牲了他 丈夫的名声 也其实他女友讲 对他关系也不够 然后他自己的亲情 他的妹妹 也被他伤到了 这是他 就是这个是 这些 因为 何元老师 要求我今天讲 就是有的东西 要讲的通俗一点 这么讲的好玩一点 那我也知道 这一部分 其实都是我们听众 比较关注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讲的 就是我把重点 换在这个地方来讲 还有讲我一些 自己的一些心得 还有我 到他女儿 就是陈肖宇那边的圈了 那我为什么会知道去找陈肖宇 这也要感谢 就是说 2018年 就是9月 我在哈佛宴京 做了陈苏华 sorry 林苏华的这个讲座以后 然后当场的一个 就是一个华语的一个作家 他告诉我 他说赶紧赶紧 他说你回国了 要去找陈肖宇 然后可以向他去证实你 我那时候在讲座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question的东西 然后他说你把这些 比较疑问之疑的地方 向陈肖宇求责 那所以今天在讲的时候 很多 很多 就是我就比较确认一点 我当时有很多疑问嘛 我毕竟从2000年到现在 我已经研究林苏华 有20年出头了 是吧 而且呢 这个 就是我的坐标走也一直在移动 我最少在福州研究 然后去了北京 北京完又去了哈佛 哈佛完我又 又回到北京 拿了博士学位 我到福州 回自己的老家工作 然后18年我又去了美国 那时候是为了确认很多东西 还写这个书稿的一个 就是说结语 就我那个美国老师 觉得我写的不够 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所以我又去美国又回来 所以然后回来以后 我去了澳门参加 比较文学国际会议 然后又赶去北京 去见那个陈肖宇 陈肖宇又让我去 那个他们的石家博物馆 然后就是我其实在这期间 然后我也跟那个 还有去北京我也找了 傅光明 傅光明当时没有跟我一起去 就是有我刚才讲了 另外一件事情 那个事情可能会让写 这个撞记的人可能 make什么 a lot of money 那就是因为现在的 就是大事 他不知道那本书出了没有 我也没问他 因为现在形式 有的书是不能出的 我这本书就差一点点不能出 就是林苏华语世界 世界文学 我在书中也没有一张picture 他们是非常就审稿的时候 非常非常严格审 他说你要是 就是当时要是多什么照片的话 他说就cancel掉 然后只让我作者的这个头像 就是可以上一张照片 其他的 所以我为了 就是为了 就是等于说给自己 就是扫天麻烦嘛 都都都没有照片 但是本来还想后来 哎呀那种 我觉得能出版 我就非常的lucky了 所以也不想其他的 这也就是我今天 就是没有把照片给换在这里 但是我可以给那个 就是有的照片有需要的话 可以给 和愿老师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向和愿老师 就是就是让他发给大家 然后 next one 我这样时间到了吗 下一页 然后这个其实都讲过了 现在只是字面上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因为下面有的东西 那个我的这个PPT做的话 会就是稍微多做一点 但是我把大家比较感兴趣这个点 就是说 讲出来可能 就是还会引起顾名 如果是薛书上太文周周的话 这也不是我们在这里 做这个讲座的一个目的 是吧 但有的有的大家都道听途说的一些东西 我我换在这个PPT上 让就是听众和观众看的听得更清楚 是吧 就是他夏至今认为呢 在创造才能上 这些人都比不上林书华 和冰心一样 林书华写的也是妇女和儿童的故事 和冰心不一样的是 他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感性 和冰心的心理观察 潜力也要比冰心大 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 林书华是会什么 易思流写作的 但是冰心其实这方面还是比他弱 而且他自己拜了两个大事 一个是就是曼斯福尔的 一个是吴文夫是吧 然后李欧华在现代性的追求中写到了 弗吉尼奥吴文夫的那份台长 就是他的易思流写作 传给了后来的两位中国女作家 一个是什么 林书华一个是张爱玲 其实在美国 就是说那个华人界 林书华的地位 他们觉得可以和张爱玲比较 而且林书华对短篇小说的创作 好像可以让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的 短篇文这个小说史 就有的专家讲可以改写 就是他对短篇小说的贡献是很大的 这比较学书上的东西 少为一提 Next one 下一页 高畅老师 那这里的话就讲到林书华的他的一些创作 林书华的小说创作 从妇女的角度表现出恋爱分音家庭问题的小说 但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就是女性形象 又可以分为少女形象和太太形象 牵着乳秀整吃茶 在见茶会以后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就是太太形象 有有福气的人中中轻王太太宋车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门 他还写了一些以儿童为主主角的作品 像小说集小哥儿 小哥儿量还有收集了 他这个就是小说集里面 收集了十几篇黄英童真童趣的文章 Next one 下一页 那个这个夏志清 夏志清那个对 Soli这个把他名字怎么会当时 就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时 对钟网秋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认为在揭发旧传统的某些愚蠢观念上 钟网秋是可以跟鲁迅什么的祝福相比美的 所以在美国 在美国汉学界 林书华的地位是很高的 所以我去往美国 我也觉得我做林书华的研究 能够获得美国这个教授 美国学者的重视 其实也要感谢夏志清 为什么夏志清 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 把林书华的地位抬得很高很高 他觉得林书华比冰星要厉害 然后他的钟网秋可以和鲁迅相比美 这个文学地位是把他扒得非常高的了 这是我做研究的过程里面 发现的 Next one 下一页 从38岁开始写古运 到53岁出版 是林书华人生的青传年 和中年期这一时期他创作技术比较娴熟 人生阅历比较丰富 也使古运在西方盗获成功的重要原因 当年古运刚刚出版 英国有书评称赞这本书的叙事的比较精简 有些地方什么客观的精能 但是呢 逸诗流写作他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国内的一些读者 他没有受过很高的这个学院派的一些就培训 还有逸诗流的小说写作的培训 他是读不出来这个就是他的手法 觉得跟白开水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写的太一般了 真的很多人对林书华就是国内学界有这样子觉得林书华的作品 下一页 何老师我还有多少时间 现在时间可能也差不多了 你抓紧吧 还有三分钟 三分钟就没有时间提问了 可以那我提问可以 我可以延长一点 就说因为 因为您要求我说 把有趣的这个部分 讲多讲一点 后面还有多少内容 差不多就两三分钟之内吧 好吗 不多了 后面我就不讲 那个结论是我们写那个学书论文的结论 那我把就是好玩的先都讲了吧 那我把这个就是过程讲一下 初到英国时 林书华还有一件大事尘埃未定 那就是英文吧 英文字状体小说古语没有写完 然后我夫就投河自尽了 在英国林书华终于见到了 就是等于说是朱利安贝尔的母亲 然后那个林书华很懂得利愿 就是这一层关系 然后还认识了 然后还认识了威斯特 威斯特是那个 我夫的同性恋情人 这是真的 我都考察过了 然后还有一个 附近尼亚账户 我就不讲时间关系 然后他们一起聚餐聊天散布 附赠礼物 游入一个圈子 林书华与伦纳德也成为了好朋友 然后林书华与伦纳德的通信 最早记录在1952年5月 一直到1969年 伦纳德死前一个月 才停止通信 林书华真的是个新军女 我在这里repeat一下 就是说他1953年 那个伦纳德帮他出了这个古运 然后呢1969年 这本书又重版了一次 然后这时候刚好 就是伦纳德也差不多去世了 这里必须一提的是 就是我们值得一提的是 林书华认识了 结识了英国这个私人 我们说威斯特 这个人是弗吉尼亚 伦纳德的同性恋人 和最亲密的朋友 我们知道 Bruce Burley里面很多成员 他们是很性变态的 既是同性恋 也是什么 这个异性恋 就是说 朱丁安贝尔为什么那么 那么放弹自己的身体呢 其实跟他母亲有很大关系 他母亲既是什么 同性恋 也是什么 异性恋 他们都可以允许的 而且他们的这个伴侣 可以 可以轮 就是说一段一段时间 都有变化的 所以跟他这个 这个Bruce Burley 整个就是他的一些 这个道德伦理观是有很大关系的 就是说我们 包括我们说这么有名的 我和夫也是 但是呢 林丝华开头不知道 后面渐渐熟了 林丝华偶遇 偶然提起了 我和夫通信的事情 然后以及曾经陆续 寄过些文稿 请我和夫过目 女诗人就非常感兴趣 答应去请我和夫的丈夫 找 就是弗吉尼亚的丈夫 找那些文稿 萨克威尔立即找到了 弗吉尼亚和夫的丈夫 是吧 罗纳德 然后在苏萨克斯郡 苏萨克斯郡 是那个他丈夫和伍伍夫 就是他们以前住的地方 然后伍伍夫就在那边待了 住了很久 然后很多书稿都在那里 后来他们有帮过家 收到了林丝华的那个手稿 那个书往下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然后那后面是讲一些 比较学术的问题 就说林苏华他为什么 就是这么会讲中国故事 在中国不是 就是尽管他有 有收到了一些 就是等于说 贝勒亚挤到边缘 但是他在美国 在欧洲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就是说他有一些 比较复杂的经历 还有他从中国 东方到西方 他本身这个经历就比较复杂 所以呢他他所在作品中 所表现的这个观点呢 也比较特殊 也比较吻合西方人的一些审美要求 就是流散文学又是一种什么 漂泊的文学 或者流浪汉文学 我在这里是把林丝华的写作 后面的写作归于一种什么流散文学 是鲜明的世界主义意识 在文学中的体现 在当今全球化世界文学与均像 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 流散写作 必然涉及 对流散文学作品的什么阅读和分析 这比较academic的东西要pass 过去吧 下一言下一言 那这次你结语讲好了 就是有感兴趣的 就是我们在座的 可以和我交流 在当今的世界文学中 这是我自己 等于说我这个讲座有个结语 哈佛大学的David Marsh教授 是一个绝功敬伟的大家 他在领先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中 就是说这个是有2004年版 2009年有第二版 他有意思的 Ben Marsh有意思的增加了东方文学 特别是中国文学的 他所占的比例 然后他的这一举措 使中国文学能够挤身于西方文学主流学者 主编的《世界文学选集中》 从我首次使之与西方文学经典 中年闭合开辟了一条中国文学经典 步入世界文学的道路 在全球化世界文学的语境下 从理论和实际上来研究 如何沟通协调和融合 协调和融合中国文学 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重新研究 刘桑作家的意义所在 我的那个讲座就到这里了 可以吗 Hello 我们请刘畅 那个 出镜啊 好 好 大家能看到 能能能能听到的声音吧 可以可以 非常感谢林老师刚才的讲座啊 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我们从无论是从学术角度啊 还是从这个一些这个趣文的角度啊 我们都相信大家都得到了这个很多的讯息 那么我们这个时间不多 我们就来提一个问题吧 好吧 就是有一个观众朋友他提的问题呢 我觉得是还蛮好的 好 那这位观众朋友说 谢谢林老师的精彩讲座 林书华是流散作家 嗯 他的作品可以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研究 人们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嗯 那么能请林老师举例讲讲 在他作品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吗 谢谢 嗯 好 谢谢 谢谢这个读者的提问 其实我我刚才在我的PPT里面 就是有讲到了 因为呃在这里的话我也强调一下 因为呃和元老师啊 他有之前有要求我说讲的比较通俗一点 所以呢 就是等于说他那些趣事 我可能会讲的比较多 但是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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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呃这个呃听众的问题 就是比较学术的一些东西 我讲的会比较少一点 呃其实这个讲到那个呃 现在讲说越是民主的越是世界的 这句话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就是说呃 包括我自己的国内的北京的博士生导师 他也质疑 他说林书华是越是民主的越是世界 他之前的我刚才也罗列了 他很多呃就是在20年代 就是还没认识朱利安贝尔还有呃这个文夫之前写的小说 那其实都是民主的是吧 但是他没办法就是他也在那个呃北京西语去学了英文 但是他没有一个呃媒介我们说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这个中这个媒介 我们也不可能再往上见啊是吧 但是没有布鲁斯伯利这样的一个文学体 没有这种媒介 然后呢他的呃这个呃就是作品也没办法走向世界 那他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的什么鼓励 他的鼓励能够走向世界是就是说按他女儿讲 他就是一个心机女就是很有心机 就为了自己其实他就是有一部分他对朱利安贝尔 他是有一种呃喜欢那是不是真爱我们也不知道 实际上按他女儿讲其实他还有别的高光 日本别的高光这个是呃这个是非常隐秘的 就是我19年才知道的呃 然后朱利安贝尔跟他好的同时当然他有其他的面积是吧 但是林书华在这里讲了就说民主的越是民主的越是是就是世界 其实不是他没有借助朱利安贝尔他也不可能走向世界是吧 他那个就是首先你可能在中国协捷吧 因为他他的丈夫陈欣在文学界比较有名 然后跟那个鲁迅是等于说是呃比比战的那个这个呃对手吧 然后呃但是他也走不到世界那他是通过了朱利安贝尔 然后呃他认识了吴尔夫吴尔夫指导他写了呃这个呃 呃古运然后呢他还懂得利愿丈夫可以去英可以去英国联合国呃工作 然后自己一定非常就是迫切的要去英国 然后我们刚才讲座的最后有没有呃就是他认识了吴尔夫的那个呃就是 同性恋者其实是比较偶然的但是呢他是有意思的去找 吴尔夫的姐姐吴尔莎 还有呃就是吴尔夫的丈夫呃罗纳德这这都是他非常有意去找的 就是找了他们那么他就可以在西方世界他的首先他的这个呃就是短片 就是中篇嘛应该算这段题英文小说可以出版 然后呢让他自己就是文学名声就可以什么预取成名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好就是大家可以去图书馆找找一下 他还非常精明的可以用自己的这种呃画画的这种才能 给每一个章节里面都有插图这是很重要的 就让外国人觉得非常的好奇中国的这种这种那个呃中国话是怎么回事 然后又是讲中国的呃这个故事然后非常吻合西方人对中东方的一种好奇好奇 就是我们说布鲁斯波里这波人其实跟中国我们刚才看到他因为徐志谋的关系嘛 我们我们这个学会对徐志谋研究的比较多哈 因为徐志谋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时间有限我讲的比较少 然后呢他把这个圈已经维护的非常好了是吧 然后黎初华又跟徐志谋也在暧昧 然后呢他也通过这样的那个文学圈就很容易的啊就是达到自己的目的 是吧在西方世界就是发表了自己的这个古运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研究的时候之前我们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但是我们也提出这个呃质疑就是说你越是民族的就是世界越是世界的 但是你中间没有一些这个渠道没一些桥梁的话这句话也是不对的啊 这是我自己我我要对以上这个问题啊啊就所做的所做的所做的回答啊可以吗 好好谢谢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呃财华他固然是有的 但是呢与其是说他用财华征服了西方世界不如说是他这个独到的一个这个marketing的技巧 然后他为自己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技巧然后呢 那他实力肯定要要有啊嗯就是他的因为因为他是我一直讲他是心机比较有心机的那种女的作家 就是说他在呃就是说创作的初期在国内创作的时候他在就模仿他在copy那个曼士霍尔德的短篇小说的创作 但是呢就是他觉得曼士霍尔德他觉得还不够满意那罗夫更有名嘛他就想就是说自己的创作能够得到弗吉尼奥罗夫还有布鲁斯伯利的这个帮助的话 那么自己就等于说有个有个平台嘛可以更上几层楼然后加上他和许志摩的关系是吧在这里今天我我把他和许志摩的关系讲的比较少啊 实际实际上就是说呃我们当时也讲说林苏华是不是真的跟徐志摩有这种好像就是要要像陆小曼啊那个还有灵魂英豪的 他说还没有达到那个还没有达到那个成分是他女儿讲的啊还没达到那个成分但是他妈妈他说很聪明很有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一个人就是说他觉得对因为林苏华在几个人里面他说确实没有他们长得好看 但是徐志摩对他也不错因为他是毕竟是北京市长的女儿家里的房子又很大是吧还有师储啊怎么样就是说他有他的一些资源是吧所以那徐志摩也对他也是很不错的所以愿意把那个八大乡的那个东西寄到那个林苏华那边是不是后来那个八大乡林苏华是不是属于那个嫉妒啊怎么样就就好像不了了之了啊 所以他这个人从这个情感方面来解读真的就是会解读的很多很多东西出来啊非常感谢 这是我嗯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我也研究他二十多年了所以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吧看了查了很多很多的材料好的 然后又有中国的这个这个还有就是学者还有外国的学者指导我做林苏华 所以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还有什么那相信关于这个林苏华的这个他的文学世界啊就是有太多的这个延展性我们可以讨论啊包括就是当时的那样那样的一个文学圈子 那么以后呢相信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呢还是我们希望林老师再次来到我们华美人文学会的讲座 给大家分享更多关于林苏华的一些内容那么呃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今天呢过多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让林老师来讲开给大家来解读了 那么如果大家 接下来找一些林老师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啊书籍啊大家来阅读一下那相信呢也同样可以这个体会到或者说是个学习到林老师的一些这个学术和研究成果的哈 好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一次讲座 那我们下一次讲座呢将是在美东时间的4月23日晚9点晚8点到9点半那么也是北京时间4月24日的早8点到9点半 那么我们下一次讲座的这个主题啊可能可以说是在这个从去年开始啊一直到今年是这个呃一个大热的一个话题啊就是NFT 以及这个艺术市场 那么相信这个很多呃朋友啊都听说这个NFT啊这个这个名字铺天盖地那么具体NFT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NFT他和我们呃这个艺术市场又有怎么样的一些关系呢 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将请到这个咖啡科技的CEO石兰女士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NFT和艺术市场以及在NFT可以应用的一些这个场景 那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息息相关的内容啊 那么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好了那么再一次非常感谢林老师今天光临我们的这个华美人民学会的讲座系列 那么同样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每个每两个星期六啊都如约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电脑前面 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呢到现在就结束了 那我和何老师在纽约 那么林老师在中国 我们祝大家早安晚安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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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